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晚6日开始东北风将增强,明天7日大台北及东半部云量与市都将增加,其他地区则仍是晴时多云的炎热天气,国庆连假四天,大致上北北及东部为阴雨天气,中南部及外岛则是多云道晴,而10日国庆当天天气最理想。 中央气象局指出,明天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阴量增多并偶有阵雨,其中基隆北海岸及伊兰地区天气阴雨,雨势也会比较大,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道晴,近山地区午后可能有些短暂雷阵雨。 气温方面,北北基以高温降略降到29、30度,花冬及桃园地区高温仍在32、33度,新竹以南地区甚至会出现34、35度高温,中午前后仍相当有夏天的感觉,在外活动的朋友最好还是要防晒并多补充水分。 整体来说,国庆连甲北北基及东部为阴雨天气,中南部及外岛则是多云道晴。 中央气象局指出,连甲期间8日至9日受到东北风和南方云气影响,以花冬及恒春半岛雨是较大,大台北地区则是阴天一有阵雨,时日则转为偏东风,水气较少。 但东半部仍有间接短暂雨,西半部则是较为闷热的天气。 中央社报道,气象局预报员刘雨琪说,四天假期中,时日国庆当天天气最理想,除东半部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外,其他地区大致恢复多云道晴天气。 此外,随着东北风增强,明天下半天开始台湾中部以北,台东,恒春半岛及各外岛沿海将出现9到10级的阵风,风浪也会明显转强。 后天8日还有低压通过菲律宾,这几天沿海都有风浪较大的状况,前往海边活动或海上作业务必留意安全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天中南部地区为橘色提醒对敏感族群不健康,其他地区及外岛为普通质量好等级指标污染物为细旋浮为力及臭氧。